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于姐 今天用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一种做法,两种口味 一种是原味清甜 好吃又养味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还有一种吃法,酸辣入味 特别适合口味重的人群享用 两款吃法,总有一款属于你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常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冬天里多吃点萝卜,对身体大有好处 我们这边的萝卜也稍微涨一点价 以前是两抹八一斤,现在涨了三抹八了 你们那边的萝卜多少钱一斤呢 萝卜洗干净后,去头去尾,给它擦成细丝 然后给它放入盆子里,少撒一点点的盐 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给它撒一下水 盐记着千万不要晃多了 因为盐晃多了,就不会清甜了 然后用筷子给它拌均匀之后,腌制十分钟左右 趁着腌制的时间,我们来切点配菜,调个卤汁 提前准备两粒大蒜纸,给它拍扁 然后给它切成末,放在碗里备用 两颗蒜苗,一颗香菜,也给它切成末 切完以后,也给它放在碗里备用 全部都切好以后,下面开始调味 首先加一点点的生抽,再加一点点的蚝油 再来一点点的香醋,再来一点点的香油 最后再来一点点的辣椒油 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加 给它搅拌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卤汁做好以后,我们的萝卜丝已经腌制十来分钟 现在已经用手轻轻一捏,水就出来了 尽量把水捏干一点,放在容器里备用 我们沙锅水的萝卜丝总共是370克 加70克的土豆丁粉,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用筷子加一点点的萝卜丝 用掌心给它捏成一个小团子,像这样就可以了 喜欢吃更口谈一点的,上面还可以裹一点土豆丁粉 再次给它捏捞 像这样蒸出来的丸子,晶莹剔透 上面哺咽哽的,看着就有食欲 丸子全部都捏好以后,最好摆放在一个大盘子里 直接放在笼屉里,水开上锅蒸 因为我家没有合适的盘子,我就放在蒸笼里面 这样比较麻烦 水开上锅蒸,上去蒸1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10分钟已经到了,打开盖子 瞬间它就会变成半透明的 上面就像波铃波铃的眼睛,闪闪的花光 看着就好有食欲哦 摆个盘让大家看一下,有食欲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啦 哇,好好吃啊 有一种萝卜的清香的味道 吃了爽甜爽甜的 还有一点口谈的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蘸一蘸水再吃一下 嗯 蘸上蘸水吃,味道又是不一样 它有一种咸香又辣又爽的味道 完全是两个味道 味道太好了 非常的好吃,有空的也试试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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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